小张 是你啊 陆总 庞总 王二哥还没来上班 连续两周都没来了 行 那我先去忙去了 先去忙吧 好 看见没 肯定又去医院陪我大哥了呀 这段时间江海发生了太多事情 他慢慢以后有点心灰意冷 不过给他那段时间 让他冷静冷静也好 是 希望他赶紧振作起来 江海集团还指望他呢 但是咱们的股票不允许咱们等 从盘面上看 可能是又有人对咱们出手了 你说 是不是顾一雄啊 我觉得不应该是他 思思现在刚走 他应该没这份心思 不管是不是他 咱们都得提防着 这万一他把股份外给别人了 那咱们就太被动了 思琴 你说不对 为了以防万一 看来咱们得重新启动 渡完计划 对 咱们得开个会了 开会 二哥现在肯定是没有心思开会 你大哥又在医院里 咱们这个会怎么开 不管怎么样 现在江海集团 必须有人站出来顶着 你是不是 那个人呢 我其实是不肯定是不肯定的 我每个人都知道 你都知道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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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 你这才几天啊 肢力就得那么长了 来 您擦擦手 我 能不能 别在这儿躺着了 我真希望你现在能够起来啊 收拾位子 就像小的时候 我犯了错 你打我一样 最好能够打狠点 季琪 尽管咱们是没电没马 但是 有你两个哥哥在 就一定要让你过得比有爹妈的孩子还要好 哎呀 知道吗 先踏不下来 踏下来有我们俩顶着呢 哎呀 哎呀 我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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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让你现在四平八晚的跟着躺着跟没事人似的 你就是在你家现在出了多大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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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对的 你不知道冯丽这小子惹了都在他祸了 这次我一个人想了好多事 我觉得 不能像冯丽那样 掉进欲望的深情里 那要是掉进去了 人可能就出不来了 大哥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你别跟这儿躺着 你起来 你跟我说说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大哥 我现在不可能看着 咱们一转一把 累起来的青海集团 让它开了心吧 你要是没意气的话 我就按照我的计划办了 等你醒了 你不许怪我 你不许怪我 那你就等着我回来吧 大嫂 为了防止我们江海集团的股票 再出什么问题 我们还是要启动读完计划 读完计划 对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准备启动 对付顾益雄 恶意收购的 但是思思出了事之后 二哥就不愿意提这事了 那二哥不出主意 你帮我们出出主意吧 你同意启动吗 我当然同意 温泉呢 公司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懂 不过只要对江海集团有利的 你们决定吧 那大嫂你同意吗 这个事 我同意不同意不重要 你觉得你们大哥能同意吗 但是大哥现在没法开口说话呀 那你可以代表他的 我也代表不了他 但是我认为 你们大哥不会同意的 这个读完计划 确实能够通过吸食股票 来达到暂缓恶意收购的目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 也看见过这样的案例 但是 也确实会伤害到股东 和所有股民的利益 特别是那些 一直相信我们的老股民 等到以后 没有人敢碰咱们的股票了 咱们的股价只跌不涨 林响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估计那么多 四七 你大哥这么多年 一直强调和重申的一点就是 他最看重的 就是股民的利益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 江海集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要是没有这些股民 我们可能还是当年那个 那个小五金铺呢 或者连那个五金铺都没有 所以 不能把我们拥有的一切 当作是理所应当的 绝对不能欺盛股民的利益 我想如果你们大哥在的话 他会这么说的 那 那咱们怎么办呀 那总不能白白把企业 让给那个辛苦的吧 那这样 那一下 温泉 我跟四七呢 再找交道商量一下 唉 你